欢迎回来 从今年8月1号开始 政府强制国人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的措施 是已经执行超过4个月了 但还是有不少人对于相关的细节感到很混淆 到底是该戴还是不戴口罩呢 尤其最近就有一名老翁 声称自己是一个人在住家外面的良田看报纸时 因为没有戴口罩 就被巡逻的警察看到 开了他一张1000令吉的罚单 那到底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可以不用戴口罩呢 国防部长伊斯曼沙比里今天进一步厘清 政府规定民众在拥挤的公共场所 像是巴沙或者搭乘公共交通时 必须戴上口罩 但要是你是单独一人 也能够维持人身距离的话 那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国防部长伊斯曼沙比里今天除了在汇报会上 厘清什么情况下必须戴口罩之外 部长也针对政府决定缩短隔离期到十天的措施 交代详情 未来从海外返回大马的国人 在回国前三天必须进行病毒检测 一旦结果成阴性 抵达我国之后只需隔离七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